你怎麼把卡在這裡 你怎麼把卡在這裡 你送給K100記者 祝工作愉快? 怎麼把卡在這裡 你怎麼把卡在這裡 我以為你這麼勤奮 你早就把卡在這裡 不是我把卡在這裡 那是誰寫進去的 對, 不知道是誰送來的 既然是送給我們 不妨承受它 這樣, 會不會是你送給我們 當然不是 不然是故作神秘的 很可能, 我真的很漂亮 你好, 你們好嗎 師姐, 師姐 終於回來了 你今天不用拍戲嗎? 今天要來上班, 所以就不去拍戲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盆芳是不是你送的 是嗎? 喜歡嗎? 真的喜歡 我想插得七彩繽紛 配你們的衣服再配上去 差點男性 真的嗎? 你這麼久才回來 我們很想念你 是呀 我知道上海灘續集拍完了 現在應該有時間回來 主持K100吧 上海灘續集的確是拍完了 不過現在我又在拍另一個中編 是商業蝴蝶 所以比較忙 我希望儘量抽時間回來和你們一起拍攝 好呀 在飛雪台最近有很多新節目 像剛才你說過的商業蝴蝶 還有新CID和千王之王 是呀 因為有這麼多有份量的中編劇要推出 所以我們的節目就會稍微調動一下 由下星期一晚開始 7點05分會播映上海灘續集 是 8點至9點這段時間 是播映新CID 而輪流轉改造 逢星期六晚9點正播映 記住 上海灘續集就快接近大結局 我知道上海灘續集要推出的就是千王之王 這個電影是由楊群、謝妍、倭妍、倭妍、 汪明荃、任達華和雪妮主演的 沒錯 8點中新CID之後呢 就是商業蝴蝶 這麼多節目的推出 難怪播映時間要調動一下 那就是了 說完這麼多新節目的時間之後 想問問你們 究竟有沒有捧我唱 昨晚有沒有看上海灘續集 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差點被人陪伴 對呀 對呀 文家說有一部 給謝妍一槍打中 降落的在樓上撞到車裡 那裡是替身還是她自己做的 是啊 你猜呢 可不可以 不用等了 其實看一個萬動作路 會一直掉下來 挺美的 不過 還是讓你看一下幕後攝影花水更好 好嗎 好多人啊 很多人在圍觀 就是看我們在拍攝上海灘續集 一直砌紙盒嗎? 對,他們正在做安全措施 待會林家驊掉下來的時候 不會有事發生 這就是軍火專家準備一個反應彈 和血漿給林家驊做反應 我覺得他準備功夫 林家驚祈禱 希望安全,他現在上去試一下高度 其實也有兩層樓這麼高的 現在才正式開始 別穿上衣服 待會要掉到我的車頂 其實我也蠻害怕 讓他害怕一份 現在正式拍攝 爬上去 爬上去也蠻危險的 因爬上去 要一發力才上去 跌回林家驚祈禱 他要去殺敵雲節 自己中槍 你看著 那邊 真的自己跌 是 真的沒用替身 是 幸好 電子皮盒和雨膠電都在 跌下來 安全是沒有問題的 希望家裡看電視的小朋友千萬不要學 是 這些要很安全才可以這樣做 現在導演跟我說 一會兒車走過來的時候 要照顧時間和位置 就會順利一點 林家驊 我記得我們K8第一次 介紹你的時候 大約六月幾 你不經不覺 我們無線電視也有四個多元 習不習慣 其實都沒有習不習慣 我進來之後 都做過幾組不同的戲 在所有的工作人員和同事 他們各方面 都不會當我是一個陌生的人 或者是一個新加入的分子 而且他們在節目安排 和工作上都很有默契 令到我很容易投入和他們做事 很爽 我想想你也做過很多不同的劇集 例如有《發現灣》 《上海灘》 逐集現在的翡翠劇場輪流轉 和快要推出的新CID 全部都有你的份 這件事都是公司的安排 以我自己來說很開心 因為一加入了無線之後 能夠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讓我去演 令到我有機會去學習 學習 那倒是 不過我知道你的工作態度 是很認真的 而且做起事上來又很薄 所以他們就人盡其才 也不是這麼說的 因為全人類個個都要薄 自己當然要薄一份 我覺得做戲就像寫字一樣 如果你的字是日日寫 寫得多自然會漂亮 而做戲如果你有更多機會去做 在演技方面我想有幫助 對了, 林家驊 我知道明晚翡翠台 就會有一個新節目 叫做《體育世界》 就是由你和陳秀珠一起主持的 又是一個不同類型的節目 對, 以我自己來說 是一個新的嘗試 你知道嗎? 這個節目內容非常廣泛 有介紹這個世界的體育新聞 有一些本港觀眾很關注的 體育比賽項目 還有身趣刺激和緊張的 體育活動介紹 我們又會訪問這個 體育知名人士 內容挺廣泛 你身為節目主持 不應該很清楚有關於 很多體育方面的知識? 其實我覺得資料搜集那方面是最重要的 雖然我自己也挺好動 但是體育這方面的東西 很多學問的 不是說一朝一夕就可以學得到 和能夠清楚 我覺得我很划算 因為我做這個節目的主持 可以一邊做一邊學 得益不少 你也說得很對 不過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也一樣是得益不淺 你讓我知道到時候的節目就是現場直播 你試過沒有? 說到這方面 我現在心情很緊張 唯有在事前的準備功夫 下足點, 看熟稿 我想最重要的是 你們看完之後給我的意見 總之我希望盡我能力做好這個節目 不過我對你們的節目很有信心 因為我知道你們的節目 單止在資料方面搜集得很豐富 而且籌備功夫又做到十足 認識又新, 又有新配搭 所以一定是很有吸引力 我想觀眾一定會很喜歡 最希望是這樣 專女, 我知道林家驊 剛才提到的體育節目 是跟你拍檔 是新拍檔 是嗎?是第一次來的 是嗎? 我很想知道 因為我對體育很有興趣 如林家驊所說 一邊做也可以一邊學 可惜我沒有份做 那你的準備功夫做成怎樣? 是呀 其實很緊張 是呀 第一次現場直播 這個節目 據林家驊所說 這個節目內容是相當豐富的 而且我知道體育組的人 招禮所集是非常廣泛的 是 準備功夫做到十足 是 這樣就很厲害了 我們對你很有信心 是呀 支持你 是呀 豬女兒, 剛才林家驊所說的內容 我覺得眼睛好像不太夠 是嗎? 是呀, 不如你詳細說一次 讓我們聽更好 不要緊 我已經帶了影片給你看 好 聰明 體育世界這個新型節目 除了由我和林家驊一起出任主持人之外 還有七名記者 會以不同形式向觀眾報導一切 和體育有關的活動 他們就是程思俊 賴宇正 盧香玲 梁仲恩 曾玉霞 陳敏兒 吳麗珠 體育世界真是可以稱得上是 鮑羅萬有 老有咸兒的節目 這個長達一小時的體育節目 內容是非常之豐富的 包括了有四大部分 就是 體育全真 每週好介紹 運動繽紛錄 和體壇透視 體育全真是將國際和本地發生的體育新聞 第一時間是全面為大家報導的 而每週好介紹是有各種新奇有趣 而且有益心心的活動 介紹手法是輕鬆活潑 像古怪的水上活動 車撞車遊戲 運動繽紛錄更加多姿多彩 我們會為你搜羅世界驚險刺激的運動 例如火人滑雪 在兩重山之間行降線等等 至於體壇透視 我們會播影D世界各地 和本地賽事精彩的片段 還有專人分析 趣味無窮 您認真 發展傳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